回到我们现场来了 我会比较喜欢听一些团体的 像是当兵的 学校的 听起来人都好像不会那么可怕 有真实性也高一点 因为大家共同经历 所以你同学已经帮我们准备好 真的 我也住过学校 我也住住过 因为我刚刚说过那个 会有那种被吹拂的那种感觉 那我记得有一次是在 我们期末考 最后一天考数学 那我匆匆忙忙跟我同学 借了一本数学自修 他千叮零万交代跟我讲说 你隔天考试之前一定要还我 因为上面做很多笔记 那我自己做的 丢了我什么都没有 我跟他说好 他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念 我说我想先回去睡个觉 差不多三点的时候爬起来念 三点是半夜 半夜三点 然后到了三点的时候 我学妹就来叫我说 学姐去念书 我就说好 可是我念一念 一边念就觉得一边心浮气躁的 什么公式都背不下去 你在哪里念 在地下室 因为我们那个宿舍是封闭的 它没有地方念书 地下室是我们的餐厅 然后我们就到地下室去念书 所以我差不多念到快三点半的时候 我就想上来睡觉算了 反正是临时抱佛脚抱不起来 然后我上来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先去上个厕所好了 那我们的厕所跟浴室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的那个浴室很大 它差不多长有四五公尺那么长 然后中间是洗手台 洗手台上都有贴近 然后两边就是相互 门对开的那种两排浴室间厕所 那我走在那走廊上的时候 一直就觉得好像被凉凉的 那我想说心理作用 因为那上面还开一个灯 可是很暗 我这样走进去之后我就去上厕所 那我们那个浴室很有意思 因为是女校嘛 所以那浴室门不知道为什么那缝很大 差不多这么狂这样 所以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看得到 对面都看得到 平常都看得到这样 结果我们在那时候 我刚好上完厕所 站起来的时候 那那个门是要往里开 这样往里开 那我记得我要出来的时候 我要开门 我看到对面那间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这时候我就想说 毛毛的 这个人陌生陌生的没有看过 然后我又听我同学讲说什么 晚上上完厕所出来洗手 旁边也一个同学来洗手 洗完没事 就走过去的时候回头一看 怎么腰部一下没有 然后我就很害怕 所以我眼光就从上面喵到有脚 就安心了这样 有脚 然后她也这样对着我看 那她眼神很冷漠这样子 然后也是剪学生头 然后围了一条灰色的围巾 那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她那个围巾 好像是把头缠住 不要掉下来那种感觉 然后她这样一直很冷漠 看着我胖胖的 那我想说看没有用啊 我还是要去睡觉 就把门打开 就一打开 不看 奇怪 刚刚不是有个人在看我吗 在厕所里面 而且门关得好好的 就看到厕所门开成这样 就是没有锁上 看着这样 我想说怪了 这个人我没见过 他上厕所不关门的啊 然后我就不知道哪里来那种好奇心啊 我就走过去把门一推开 里面没人 然后那个马桶是这样盖子的 黑色盖子 然后我心里就有点开始毛毛的 完了完了完了 又遇上了 真糟糕 然后就赶快走 然后拼命就不敢回头看有任何事 也不敢去洗手又怕看到那没脚的 然后这样回到宿舍里面 一倒下来睡 糟糕 我数学自修没有拿 我放在脱水机上 我就想说要不要回去拿 救命啊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 我到底要不要回去拿 如果我不回去拿 我同学隔天没有东西看 我很对不起他 然后我就鼓起勇气 我就两只手塞着耳朵 然后眼睛不敢乱看 我就这样一路往前走 走到那边一看 数学自修还在 我就从脱水机上 把那数学自修一拿起来 然后赶快转身 要拔腿跑的时候 两边那个厕所门 差不多四五三 碰一声这样关上来 好吓得我这样子 要走都走不动 那脚很机器人这样 好吓得我 好吓得我 为什么还要微微镜 对 不知道 可是他刚刚讲了好像 哎呦 不要再说 这同学那个叙述能力相当的好 我觉得 我整个环境都交代得很清楚 你是朗诵事 还有音效 不是 我们要请你再来 不是 其实刚刚就是讲到 虽然他碰到一个这么恐怖的事情 可是他还是走回去拿他的课本 因为他对一个朋友的信用 信用 然后他为他的朋友做一些事情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我们 朋友啊 或者亲人 他们 往生以后 我们都希望为他做一些事情 对 中国就有古老的习俗叫做 烧纸醋 烧 烧灵醋 烧灵醋 就是烧一些纸的房子 希望死者能够得到这栋房子 对 今天的由此一说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看 谢谢 现在您所看到的纸房子 是台语所谓的 林醋 在台湾民俗的流传里 烧灵醋仍然是一般 丧葬礼仪中不可或缺的仪式 而随着社会进步 烧到阴间给死者使用的东西种类 越来越多 从老式的纸房子 金铜玉女 到现代的洋楼 轿车 或各式各样的家电用品等 这可说是五花八门 琳琅满目 然而在樱桃地府的亲人 果真收得到吗 其实答案是没有绝对的 但值得欣慰的是 往生的家人 即使收不到有形的物品 相信也已丰收了 众亲好友的追思 缅怀的心意了 就是生整了一点心意 往生的人能够收得到 这个心意那也蛮不错的 国外好像没有这种风俗 好像没有 所以我还是觉得 中国人的人情会比较浓 比较浓 不过说起这个火烧 以前来说好像比较少 听到火葬 是近十来年才开始比较 新流行这个做法 是 为什么现在火葬的人比较多呢 以前的人是说 要保持尸体的完整 希望死了之后 还要把他烧了 多可怜 不会痛 据说 据说现代人比较知道 其实人死了之后 灵魂不在身体里面 大概二十四小时 就已经离开了 他应该不会再感受到 这种火烧的痛苦 其实火葬在烧的时候 这个本身 王者本身是不会痛的 现代人比较了解这个 而且我想在骨灰的处理上面 也比较方便 比较卫生 对 比较卫生 甚至说你真的很想念你的父亲 母亲或者亲人 你还可以把骨灰放在家里 跟他更接近一点 对 好像大家还住在一起的感觉 对 我很想是不是心里的感觉 比较重要 是 因为我们常常讲 精神是永存的 因为躯体总会死 那假如说 对于一个往生的 一个至亲好友 假如我们心中常常存念的他 我想可能比 把他 就像木乃伊做下来 都会来得有意义跟价值 对 像以前 我们看那个古埃及 有没有做木乃伊 其实我们都会以为说 盗墓者是 好像是数千年之后人才盗墓 但事实上在这个 埃及他们的 卷宗里面有写到 他们甚至会害怕 他们当时就会盗墓 会把好几个皇室的陵墓 又移到另外一个 更隐秘的地方 所以盗墓事实上 是在可能 今天已经下葬之后 可能没几年 就已经有盗墓者进来了 他便是一个 深深不喜 而且世事相传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 蛮有意思的 所以假如不火葬 有时候还可能 变成一种困扰 对 对 引起别人的际遇之心 像以前皇室 不是很多陪葬品 你刚刚讲到说 有没有要送给 已经往生了 我忽然想到说 以前古代的皇室 有很多陪葬品 那本来是希望说 他能够带到 他不同的世界去使用 但事实上我们发现 反而引起了各种 不同的犯罪发生 让这个使者能够安息是真的 家俊走很多地方 谢谢幼儿 你下次再来跟我们讲 一些其他地方 好 谢谢家俊 谢谢李同学 下次你再来 只要大家有什么奇怪的照片 或者什么奇怪的遭遇的话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 我们就请你来现身说法 或把你的照片拿出来 大家研究一下 鬼话连篇 下次见 谢谢